各位小朋友你们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我真的可以自己睡觉了 是真的 小朋友 你们现在自己可以睡觉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兔子究竟是怎么自己睡觉 妈妈我有问题 大姐姐他们是不是都是会自己睡觉的 当然啦 大姐姐都很勇敢 所以他们不用跟妈妈一起睡的 那我现在都是大姐姐了 由今天开始我要自己睡觉 哇 我的小宝贝长大了 不过 在我睡觉之前 妈妈你要在我旁边陪着我 嗯 这样就和平时一样 不要说不同的 今天你数到十 我自己就会睡着 我现在开始啦 我等一会儿 妈妈我今天跑步跑了好久 跑得太认真了 我有点口渴 好啦 妈妈去拿水给你喝 喝完就真的要乖乖地睡觉的啦 好 我現在要將牠們拿過來 但是牠們應該都睡著了 那我拿一套公仔過來就好了 牠好像很怕自己一個人睡 好啦,那你快點去拿牠過來 現在數到七,啊不是 八 嗯?應該是九 九?媽媽不要關門啊 如果你關門的話 關門之後,如果蝙蝠以為這間暗暗的房間是洞宇 跑過來這裡玩,那怎麼辦呢? 媽媽,你很怕蝙蝠的嘛,是不是? 媽媽,房間有蝙蝠的話 你早上叫我起床的時候就會嚇到 所以今晚都是開門睡覺了 九?九的一半 九的一半一半一半 媽媽媽媽 怎樣啊?現在應該要睡著了 如果我睡到一半一半 瞎大眼 發現旁邊有貓頭蠅,那怎麼辦呢? 還是我要拿貓頭蠅最喜歡的老鼠公仔一起睡呢? 咦?但是你沒有老鼠公仔啊 那跟老鼠公仔一起睡呢?媽媽,你幫我拿啊,麻煩 好啦,現在你書又有,玩具又有,也喝了水,去了廁所 準備好一個人睡沒有? 嗯,真是最後的了 十 媽媽,其實我需要的是你 你再抱一下我,我今天就可以自己睡覺了 是真的 今天,的閱讀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看其他故事書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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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